这个是我在棚里面用的非常古早味的视频灯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 刚发了一款 40W的WiFi灯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是一台iPhone 14 Pro 这个就是它的大小 其实我已经开箱很久了 我已经忘了它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假装开箱一下 这是它的说明书 拆开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里面送了一个柔光的套子 软软的 它有个标照 迷你标照 这个是个迷你卡托 还送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前段时间我就已经拿它去拍照 还有包括家人去玩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带在了身边 现在是裸灯的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个柔光照 舒服多了 还送了一个超级便携型的灯架 这个灯架有多长呢 这个就是它初始的高度 左边那个是我们棚里面经常用的标准的灯架 那要把这个灯架深深深深 一般以45度完全照射到脸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那么看一下我自己打的灯 这是我打的灯 斜45度刚好打到我的脸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拉到最高的时候 它那个灯的高度 完全打不到我的脸 所以说它这个以最高的一个拍摄者的来说 应该是在比我高半个头 差不多到1米9到2米的样子 它的这个高度差不多是在2米1以上 你像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说在户外的时候 有这个灯和没这个灯的区别 我可以拿手机现场给你们演示一下 现在是有灯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把灯关掉 你的主体的背景就会非常的亮 那么你现在主体就没有灯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再把灯打开呢 是吧 所以这个灯就是 这么的神奇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